有法会不见得了 没有法都没有法会 在家人有法也叫法会 但是法师来 他身上有没有法 如果没有法不要接近 因为会伤害你自己的 干净单纯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法师是为钱来了 你不要来 这个法师我听他念佛 不好听 他也不想去极乐世界 你要有直觉 但是他只是利用佛教 想要得到一些知名度 或赚一点钱 他想要干嘛 不要参加 我告诉各位 不要污染自己 所以我们归一生 你一定要远离二知识 动机不对 你不认识他 不要接近他 你任何一个你要接近的 出家人或到场 你要好好去观察 调查 你不要随便 你不要随便 把你妈妈带来 害死你妈妈 这一点不要拿自己的法生会命 开玩笑 所以那当然你要懂得经典 如果你不懂得经典 你怎么去分辨对还错呢 那你就迷掉了 反正有法会都去 人多了就对 那这个世界就有很多恶知识 了解吗 假借佛教 在练才的 在凸显自己的 我们是在拜佛 不是拜我 了解吗 如果这个法师 一直凸显他自己 我我我我我 我比较厉害 最后你干脆念我名字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接近 你千万不要接近 不分在家出家 不要浪费你这一块佛性 这么清净了 浪费掉它 成为邪师邪见的邪弟子 那可怕了 下地狱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好好的 看看释迦摩尼佛传 看看经典 那你知道 你学佛在做什么 所以就像刚刚念药师咒 那因为时间不够 你应该念念药师经 知道药师佛的本愿 知道药师咒的功德 知道药师法门怎么修 受八观摘戒 放生 点灯 持咒 忏悔 对不对 挂经凡 生起一个正确的动机 怎么来修 那药师经给你写得很清楚 所以地上经给我们写得很清楚 阿弥陀经给我们写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 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不一样的道场 不一样的老师 不一样的法师来 我发觉大家有点 好像在赶场看戏 然后思想乱乱 但是如果你心态不正确 自己又没福报 又不看看经典 你就被骗了 被利用了 我想人性是这样的 要钱 好色 好民 人性都有这些杂染在 所以慈戒 你要修行 不能有男女的邪淫 人家是夫妻 有夫妻的义务 夫妻以外的 都不能谈这个事情 除了这个 钱的问题 这个法师天天跟你谈钱 你也不要参加 这个要多少钱 那个要多少钱 我们把佛教变成一种金钱 一种金钱游戏 有钱的人 大牌位 少钱的中牌位 少钱的小牌位 法师不是拜佛的 是拜钱的 那这样利用佛教 来搞道场 你不要参加 我劝你不要参加 不然呢 你浪费了 所以我常讲 不认识的 不接近 除非我经过 有人推荐 真实调查 跟了解 不要 不然不要 因为好好 看经典 修行 那我想一个修行人 基本上 有一点智慧吧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法师 有没有守戒律 这个道场 有没有讲戒律 有没有悲心 如果大乘佛教 没有悲心 给我们金钱的压力 肉体的压力 那不用谈了 他想不想成佛 而且念佛 你听他念佛 有没有觉得 像在极乐世界 听他念佛 我们还起烦恼 就赶快离开 因为他这个佛号里面 有杂音 对不对 有杂音 不好听 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 修得好 怎么会不好听呢 这也是美宝 这是他的业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 你还要有个直觉 直觉事实上很简单 静下来 无所求 那你就看得见 你要是有所求 我今天 我要发财 我儿子生病了 人家说我就去 那你有所求 那你就走错了 所以各位来到场 无所求 写牌位 那是一种慈悲 一种报恩 一种慈悲 不是有所求 你听你的父母写 那你更要关心所有众生 你听你的小孩写 你要关心所有小孩 你无所求 你的动机 你就不会碰到不好的 所以现在这个叫末法 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不错 脑筋蛮单纯的 很容易骗 很容易被骗 台湾不容易 台湾任何一个到场法师 没有政治证件 没有信徒 没有人要相信 那是很奇怪 跑来马来西亚就很多信徒 那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那这一点就是因为大家 可能没有好好去思维 深入 好好地看看佛经 看佛经也不要骄傲 对不对 看佛经是找出自己的缺点 也找出了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来看 而不是看佛经 哦 我很骄傲 我会你不会 对不对 我懂你不懂 那你也中毒了 你也变邪子邪剑了 不能如此 所以越念佛也越惭愧 只要有一个众生为超度 都是我的责任 那叫念佛 只要我一个众生还在受苦 那都是我的责任 那叫地藏法门 不是拿地藏法门来骄傲自己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一定要多供养佛菩萨 当然你供养佛菩萨 你要跟佛菩萨说 我想要离苦 成佛 佛菩萨引导我 你放心 佛菩萨会引导你 但是不要随便听人家说 听人家说 这样 各位一定要修到有一个正确的眼光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对还错 事情对 你要修到这样正见 佛像有没有摆歪 花有没有插歪 心有没有歪 你要会看 如果你不会看 代表你修学佛法有问题 佛法就是一个正知正见 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的道理 以这个正来行 那可以 如果你自己都歪一边 我今天搞道场是为了钱 我今天出家是为了明 那你要看得见 你看不见 那你就被他骗了 所以 当然我们 要去追求善知识 那你心里 那怎么办呢 否则说 动机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你动机不正确 我这个人耳根青 我喜欢人家 一直称赞我 大功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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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念你 他念你口袋的钱 你就已经轻飘飘 轻飘飘 钱拿来吧 不然你就不叫大功得主 那是因为你耗鸣 所以你被骗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 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我们修行 是为了得到一个解脱 一个放下 一个清静 这是一个本然的面目 谈钱 那不要 所以我刚学佛的时候 曾经有个道场法师 来跟我借钱 那我以后就不去那边了 因为我知道 因为 我是生意人 那法师怎么跟我借钱 这个有问题 有问题 他就利用我有钱 我也不会得罪他 那我就跟公司人说 以后那边不要去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也去调查过 他是为了钱 他想要搞什么 搞什么 他就是这样 他的动机 不随缘 有福报的人 不用谈这个 对不对 你要攀缘 你只有十万块的福报 你要去拿一百万 那当然你就会攀缘了 你要懂的是 我赶快多一点慈悲 持借力来修福报 自然因缘成熟 对不对 那才有道理 像话 如果说 这个法师跟你开价钱 你多少钱 你就可以怎么样 那你就 阿弥陀佛 赶快留 这样 因为这个 有问题 这个道场 有问题 因为他让你烦恼 知道吧 因为你给的钱 又解决不了烦恼 所以你就会烦恼 所以你还会怀疑 他对吗 他对吗 对不对 除非你已经放下了 我给你一百万 其他我都不管 那就可以 一般凡夫 给了一百万 眼睛就大一点 他也没有做好 这样 那时候你会起烦恼 起烦恼以后 最可怕的是什么 对佛教失去信心 好恐怖啊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出家人 包括我师父说 我们一个出家人 一定要让我们任何一个行为 让三宝弟子在家人 从你身上看到佛法的信心 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的想法 破坏到别人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支柱 如果连这个对佛法的 基本的信心都没有了 念阿弥陀佛很好 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净土 但是你在念佛法门的时候 又搞了很多钱 办了一些有的没有的 让别人对阿弥陀佛都失去信心 那是恐怖了 我这样讲不是关我们出家人 各位是居士 你在你身上 如果你的儿女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从你身上看不了佛教的信心 因为你修行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气色越来越好 心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乐 以前这个事情你会生气 现在这个事情你一笑自知 佛法正好 就是这样 所以你得癌症都是笑笑 这个没问题 笑业障 往生净土最重要 所以突然那天你又好起来 因为你的心态变了 业障就消除了 别人更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 要利用个人的影响力 去影响你的家庭 周围环境 一切一切 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是 多一点慈悲 因为你不断的去慈悲 你很容易 无所求的慈悲 你是最容易开悟了 你就会看到真理 你就会看到善知识 看到菩萨 你都见得到 你会看 你不会被骗 但是有所求的去焉供 有些菩萨说 师父 我一天做七次 为什么做了两个月 还不赚钱 天哪 做焉供是慈悲跟赚钱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有所求 你反而会更缺钱 你无所求 自然赚钱 对不对 这是自然感应 因为这个不是求来的 所以佛法是一种感应 因为你慈悲 你惭愧 你命运就改变 而不是求来的 所以我想千万不要 我们不管是健康 亏钱 事情不顺利 修行有障碍 那就是我们有障碍 所以有障碍 我赶快来慈悲 焉供 慈悲放生 慈悲念佛 各种法门都可以 而不是说焉供对 而且放生才对 碰水才对 任何一个法门 只要你动机正确 都可以消业障 都可以断烦恼 对不对啊 都可以改变现实的福报 有健康 有发财 顺利 这是一定的 没有一个法门 不包含这一切 大悲咒 地藏经 药师经 阿弥陀经 焉供 放生 功德差不多吧 念佛 印经 都一样吧 重点是 你有在 按照经典所说的 或按理鬼说的 老实去做 无所求的 那你自然 就达到那个阶段 你就看见了 但是 当你了解了真相 而知道它是假相 它是骗人的 不要骂他 对他慈悲 那是我们过去的心态 愚痴吧 回向给他 希望哪一天 他也不用这么努力 在玩假的 因为最后 还不是挖一个坑跳下去 很多外道 努力的要命 结果呢 结果也没办法解脱 对不对 所以它叫外道 什么叫外道 离心外求 求我要去天上 求我要去富贵 那里享受 因为佛教叫内道 叫正道 它是净化自己的贪嗔痴 恢复自己的如意宝 圆满的佛性 净土在你心中 你不用往外求 所以这么多外道 它是用外道 在吸引外道 告诉你 这个样可以赚多少钱 那样可以怎么样 然后大家都有所求来 为了要赶快 不要病苦来 要一百万 要十万 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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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开悟 来睡觉 怎么样怎么样 天哪 那些你都不要停 因为他们动机不对 有所求 我想也不能怪对方 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心清净 就感召到清净的世界 法门 这个最重要了